人来风的想强 首次担当主持人 一方面也帮忙叫卖 毕竟好朋友超胜平 跨足副业 这回也要卖牛肉拌面 投备约一年时间 目前员工有十一人 只是万事起头难 去年营收没大家想的好转 无奈给了年终 可能不到一个月 会努力拼下去 这一次我们股东又增资了 又增资了两百进来 总共现在四百 所以你招了几个股东 我们连我的话总共是四位 赵哥本身很爱吃牛肉面 我知道他挺常去 对个牛肉面都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赵哥今天找你对了 你对得很用力 只是目前半面市场 趋近饱和得做出一定特色 同样厂工半面市场 像是我手上的这一款 就是由艺人舒淇 他所推出的品牌 除此之外的艺人曾国成 他也推出半面 而且口味相对多样 另外像是YouTuber千千 现前还有贾静文 许乃琳 肖静腾都推出类似商品 卖场就观察 麻辣口味系列 以及宽面 卷面 最受消费者信赖 营业额叫同期 成长两成 电商平台也说 年纪到了 加持业绩一到两成 你大概多久买一次 我常常买 很好 那个口味好 口味好 你自己我边 就会抓多少 两家里几个 三八 我觉得第一个是很方便 第二个是 他们觉得那样子 就已经很香嘛 可是我吃过比那个 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酱 比那个更香 年关将近 煮完年夜饭不想煮 或许半面就成了好朋友 虽然口味主观 但半面市场的商机 仍旧势不可当 提位选 林荫山 张普学 踏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